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2年6月5日星期日 今节回来说一宗黄圈的生意 好了 今节就有我许刘山 请大家记得like这段影片 最紧要帮帮忙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谢谢 好了 说什么黄色经济圈的生意呢 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这班人仍然处于口腔期 最重要是吃 所以黄店来说大部分都是吃才能做到 例如一日三餐 人渣歌等东西要靠吃 还有这班人都是一个特点 头脑简单 金鱼记忆 还有做很多傻奸奸的东西 也经常提到一句 三分钟热度 不讲深度 那为什么不讲深度 或者叫做很难讲深度 或者不懂怎样讲深度 因为这些人连滴墨水落下淘也没有 那又不是 书展经常见他们买书的 有见他们会买的什么 旺角黑夜 逆权老师 甚至乎什么手足 然后那些还压的又说自己 经常看很多什么历史书 政治书 那些可能叫做好一点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有大家都猜不到 就是情教署 帮他们隔一隔 即使那些太离奇 没有养份那些 或者都不对的 不到提的那些 对他有不良影响的那些 基本上都不会考虑得让他入 那因此 叫做入得给他们的那些书 都叫做正常一些 就是起码不会入那些什么东西 城邦论先啦 是不是 就是陈云那个瘫脑那些 那不过 话实话 这个陈云瘫脑 他盘古初开的时候 他是没那么疯的 而且他的中文 也是有差不多的叫做噪毅 就是虽然他说话 都是痴妈根的 有什么黄天击杀 还是怎么样的 但是当他 还没正式踏入一个 完全痴线状态之前 他有一本叫做中文解读 都可以说是值得一看的 就是教你那些中文怎么写得好 不要那么类聚 翻译的时候 怎样可以精简一些 文字运用也叫做精练一些 例如一些政府的书信 有没有什么问题 怎样去看 这些都叫做有些养分 那好了 今次回来说是什么事呢 竟然有一个黄友的前区议员 叫做黄文孙 他没有做区议员之后 那我们想他有什么low 他本来自己的学历都不错的 他是在中大读这个叫做全球政治经济碩士 那可能你会说 咦 那他不做黄友区议员的 都有很多工作可以选 但是他的名字 他的朵已经臭了 那他当时候 都已经退出了公民党 而且就说不向政府宣誓 还说宣誓前就主动辞职 当然了 怕他要吐回那100万 他本来就是在沙田第一城那里住 然后就在那里做区议员 那这就当是得探笑 那前市驱往矣 那为什么他不找回那些写字留工呢 那当然不行了 那个肚子臭到这样 是不是呢 哪里敢请你 如果你是我去interview你呢 我知道你又要什么搞抗争啊 一会儿茶余饭后 又和同事在那里说 六四这样那样啊 又说哪个哪个呢 泛民多少油啊 哪一个还压着啊 这些人呢 虽然可能说未必牵涉到那个工作 但是 毕竟他会和一些同事有交流的话 都挺害怕 将这些思潮 或者将这些这样的社会事件 带在同事之间的 那你说他不说就可以了 你觉得他可以吗 当然不行了 那现在他做什么呢 就开了一间书店 我们看看书店的阵容 那可能你看到 哦又穿黑衣 你是不是在黑暴 那我们这里就一件事先 那他就在深水埗那个黄竹街那里 就开了这一堂东西 就说自己叫猎人书店 那其实开了没多久 是一类型叫做二楼书店 我看到也吓得跳 啊 你想快点倒闭啊 那些黄油呢 消费啊 和那个经济角度呢 和一般人的思想很不同的哦 你竟然开一间二楼书店 那他很搞笑 还很有信心的 那当然啦 没有信心的 那开来干什么呢 他都还没放弃自己很黄的思想的哦 就说哎呀我真的很紧张啊 上次开幕也有七辆警车来迎接他 所以很开心啊 这个书店的开幕这么顺利 他上一次开幕是什么呢 就是在2020年7月4日 他在区议员办事处 那当时候就刚刚那个叫港区国安法 生效不久了 那为什么呢 会有警车他都去到呢 因为呢 他就去贴光时的旗 那你说立刻拉他啦 有没有搞错不拉 那我们都说了啦 警方呢 其实呢 并不是他们说到 那么得人害怕的 只不过呢 下车 跟他说声 要求他收走那支光时旗 那他当时还很困扯的 就说要是你拉我 要是就走 是叫警察走哦 不是他自己走 那当然他不走啦 那间铺去的嘛 那个办事处 那后来好像不知道他是 怎样遮遮掩掩 那他没有撕下来 那遮掩看不到的嘛 算了 那警员都奈他不何了 他说哦 他不帮下来不行 不可以走 好那你自己和阿sir说吧 那很搞笑哦 又说到自己狠狠紧张 就说自己开书店 会不会被阿sir收到风 又扑上来看看有没有光时旗 不要那么瘋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新鲜萝卜皮 是不是 你都不再去区议员了 如果你真的挂出来的 有人投诉你才来 OK 是不是 就是说到 好像时刻刻都有人监视着他们这些人 还在做些什么 有没有搞破坏 有没有搞什么光时活动 这些人会不会其实高估自己 你们这么多黄有区议员 宣誓 或者那些DQ 也很多 难道连陈梓卫都去跟吗 神经病 很搞笑 他说自己最想做的就是留在香港 和香港里面的香港人 一起好好地关心照顾 好好地生活下去 他说自己自小就喜欢看书 最初就接触这些阿龙 胡燕青这些作家 然后又说大一点就看射雕 然后又说五日之内就看了整套天龙八部 他说 因为当时家里有很多不同的二手书 拿过去书店 店员很差 我们不要不值钱 他说做了个飘书的地摊 把自己的书摆出来 你不要的 我就这样散给人看 原来他没有做区议员之后 也有短时间 就加入一家书店做店长 了解书店的营运 累积了些少经验 因此交换了 就在想自己开一间 记得 你让人开一间 或者叫你打工的书店 跟你自己做老板是两回事 我本来自己的沙田区 找不到合眼元的铺 唯有来深水埔这那里试一试 他在说这个黄烛街 也比较偏一点 你去到这个位置 老实说 你不做什么宣传 不做什么 基本上就没人来 这个人很搞笑 说到自己有很多不同的书 你说是不是要买一些很黄的书呢 例如刚才提到的元朗黑夜 易权老师 甚至乎假如让我画下去 他又不卖这些 他买一些比较另类的 路线来说他摸对了 可惜他虽然是黄油 而且是否黄店就不来光顺呢 如果想凭着这些书 抚平香港人的伤口 又说买一些和情绪治疗有关的书 希望那些人买回去看 就可以解决一下自己的情绪问题了 因为由2019年开始 每天都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 令人觉得没有出口 又对政府没有信任 不要说和解 连信任都没有 就是这样积传了下来 那他这个书店 为什么 预祝他倒闭 那当然死得了 老实说 这些比较冷门的书 又不是只有你独有 其实如果真的买这些冷门的书 很多时候都是网上订 都算是OK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去买这类型的书 你基本上就已经知道哪一本书 或者哪一个名书 或者哪一个系列的书 能够帮到你这么冷门的 提材也好 或者你需要这些资料也好 通常销闲的人 就不会买这些冷门的书 通常比较上有实际需要才去买 那好了 如果你又想吃黄油的生意的话 那还死 这个就已经是死了八百九九了 因为这些黄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卖悲情 悲情的来源之下 起码都要有什么打压的东西要出现 如果一日三餐 为什么这么多人去吃呢 就是知道 谭文豪已经在还压着 那为什么那个光荣冰室 又继续着这么多人去吃呢 因为经常都说自己被人打压的 又说什么安心出行 又说经常都来查 每次有警察来查他 他都不知多开心 哦不停拍啊 拍完之后 又放了个Facebook post 又说为什么来得这么密 又说这样那样 说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些都觉得 哦越打压他 我们越要去吃 越要保住他 就是一种斗气的心态 是不是这么好吃呢 其实未必的 他们都说过了 吃理念 很多时候这些都是的 或者还有一个元素 就是叫做帮手足 那你这间店 这几个元素都没有 例如怎么叫做帮手足呢 他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叫做一日店长 之前有些店铺 找那个什么 电脑王中瑶 那个垃圾艺人 因为他为什么可以找他做一日店长呢 他背着几宗案 就在身 其中有一宗最狠的 就是去了 七一冲入立法会 顺便再告他暴动 看见他就好像很麻烦 觉得他 死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蹲监的了 大家如果见到他一日店长 就可以支持他 现在他们为什么会去光顺呢 就是这个意思 而那些一日店长 也可以令到那些店铺 的生意额都挺大增的 之前有一家的 在葵冲广场 就是很多食物的商场 什么买pancake 就会找一些 黑暴友 可能刚刚放到监 或者 将会坐监 就希望他们筹回水脚 根据他们自己所说 又不错 他们自己说 因为他们会放在Facebook post 可能会IG 会宣传 就会请了 哪个手足 他们会来 做一日店长 给个机会 根据他们自己提 大约会增加到 大约 一万元的生意额 如果在一家这么小的 的pancake店 和这些 又不是很贵 都是几十元一块 最多 都可以 赚多成皮 都算很厉害 当然 不可以每天都要 一日店长 如是者 亦都可以得到 知名度 被人认识到你 真是叫帮手足 他会觉得 我继续 帮衬着这家pancake店 他日后 就可以叫帮衬到 令到 更多的 手足 都能够 继续做这一日店长 可以叫做 找到工 即是觉得 我继续吃 这家 就等于 帮手足 他们的 消费的模式 和心态 和一般人 是不同的 他们真的是 我们经常笑 瘋子 吃理念 理念好吗 所以这个人 这个黄文圈 搞这家 他很搞笑 如果你能够 撇除 所有的 很黄的 做一些 比较上 专门 专业 就算是 冷门的书 我觉得 也有一个生路 为什么会有一个生路 就是你能够 和一些 来买书的人 讲一下 这些冷门的东西 或者你为什么会入这一本书 这些就是一类型的二楼书店的特色 为什么呢 因为你平时这些书店 你去买买完就算了 自己回家看 如果有一类人 觉得 有人愿意和你交流一本书 内容是什么 你会觉得 自己容易去理解这本书 而且觉得 我去买这本书的时候 就连着你这个 推价也好 或者这种服务也好 也好 他才会去买 如果你一直推黄的东西 你没得搞的 要不就要去到很黄 但是你现在就半天吊 他又会 卖一些所谓的 帮这些 黄友的心理书籍 例如叫什么呢 恐惧与希望 舍在乱世的心理学 又是这样的 教大家 如何面对 床伤 他还说 在某一个晚上 还叫了一些朋友 在书店里面 一起喝酒 开一下香槟 一起欢呼 觉得很热闹 也有些其他的 前黄友区议员 都一起来 Happy 出去有你请 就几带都来 是不是 又说大家 一起 聊聊天 又说什么 移民这些话题 问他有没有这样想过 他一定有想过 不过又没有小朋友 所以都没有什么 令到他 推动到 要去离开香港 大家例事说一句 如果 如果当他连这家书店 都收拾了 连这些老板 都要推出来 虧到一只 东西 说不定都觉得 算了 去BNO做家算了 在香港 你有这个 中大的 不错的 碩士学位 但又搞到一身矮 虽然说一句 本来以为自己做到 区议员以为自己很开心 谁知 一个叫做宣誓的浪潮 这样埋到来 全部 就是这样 你说 陈子为的 代价 有没有那么大 我觉得 没那么大 但这些黄友 有一定的学历 区议员 真的 比较上是 大的 叫做犧牲 这些书店 但是没办法 你也要选择 一个叫做 向黄友方面的 客户 来追求 为什么 他们要过来买 这些心理治疗的书 是不是叫做 那么需要 再者 如果以我所知 这些黄友的 二楼书店 都有不少 但是 他们的政治味 就比这个 强很多 可能会有台湾地区的政治书 或者一些 讲独立的书 当然不是讲香港的独立 只不过 如果你不是 做到很全面 都是他们那班人的吐露 他们是不会来的 即是你这些 矮矮媚媚的 他们是最厉害的 如果你问我 我自己也挺希望 可以叫做 开一间书店 但是这些就叫做 现实与理想的问题 不是不开 只不过 你预了 会蝕 等于这样 台湾地区的书店 就算成品 和另一间叫做 金石堂 都要选择 用一栋 网络的营销 才行 而且因为有 网上订书 有时的人 在成品看完之后 挺好的 看一看 网络书店最出名的 是怎样的 我自己也会这样做 如果 是成品的八折 你还不跟这家 网络书店 订 订完之后 又会送到你 指定的71便利店 到时 很轻松 这样去拿 就已经可以了 为什么你还会 见到有人在成品买书 不是没有 少了很多 所以要做一些会员 甚至乎 有其他 好像很有生活品味的 文青东西 加他们的档摊 在里面 可以抵消 整个 店铺 那个洗费 到底是多少 当然 你说香港的成品很大 就是因为 欺慎那里 给了一个很便宜的租金 他们 所以就可以这样做 好了 讲到这个黄友 他竟然 黄文孙 开一家这样的书店 恭喜他 连基本 黄友的 经济圈 模式的要素 他基本上 是一样都没有 你只可以说有半样 卖 心灵治疗 创伤的书 笑死我 你不够激 不够瘋的 没人买的 好了 今次讲到这里 拜拜 拜拜